天气很冷,大家只想躲在家里,躲在被窝里头取暖 不过在和欢山上却有一群警力必须轮值守护上山民众的安危 此季志工为了感谢远景辛劳 连续20年带着围巾泡面的物资上山 送给每一位直情的远景,让这股暖流可以吃到每个人心中 和欢山上执行远景除了要排除车辆受困 也守护民众免于失温 就连建议的伤口处理也全都难不倒他们 而这些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欢派出所的同仁每次出勤 除了基本的氧气瓶,还有千斤顶 这些装备我们都会带在身上 那我们的同仁对于一些车辆基本的维修 也都有概念,能够及时的给予这些民众协助 那都能包给你,赶快用,很冷啊 天气冷稠稠,不少人都只想躲在被窝 但和欢山上的这群警力却依然坚守岗位 守护民众安危 持继致工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 已经连续20年带着围巾泡面等物资上山 希望能让这股暖流直达每个人心中 远景是非常辛苦的执勤,不管说是下雪与佛 他们对沿路的这个交通问题,还有上山来的发生意外的这些游客 都要非常的用心,因为在这边就医不容易 几乎他们都是第一优先帮忙处理的 救护的,在抢救生命的 所以让我们感觉说这边真的是很值得感动跟来的地方 一定要亲身到这个山上来,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这么的冷,这么的动 那其实他不仅仅只是给我们的同仁帮助 那其实还有很多游客到我们山区来 其实都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帮助 今年度和欢山雪季勤勿,从112年12月30号开始至113年2月29号 共为期62天,而新城分局也呼吁上山游客 山区道路曲折蜿蜒,部分路段还是滑狭载 必须遵守警察交通指挥,才能确保每个人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记者徐丽晴,秀林相报导